只见男人将手中的润唇膏 全部旋转出来 随后整条塞入了嘴中 然后像脚泡泡糖一样 咀嚼再咀嚼 下一秒 就像被打通了润肚二脉 抡起腰间的小包包就开始放大 这位酷似成龙的大哥 是逃犯吗 并不 他只是来陪老婆补睡的 故事要从一天前说起 秀莲和老王是一对 在唐人街开洗衣店的华裔夫妻 而洗衣店的睡无问题 使得原本就焦头烂额的生活 变得更是一团糟 今天他们来税务局 处理税务问题 刚进电梯 丈夫老王就像鬼上身 眼神突变 竟被秀莲戴上了一副神秘耳机 随着手机应用 对秀莲大脑的读取完成 他脑海里不断闪现着 自己一生的经历 从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 到快乐的童年生活 以及后来认识自己的丈夫之后 来到美国经营洗衣店 当秀莲还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时 下一秒 老王把他拉回了现实 告诉他一定要遵循自己的指示 而且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他自己 接着丈夫就恢复了正常 然而在报税的时候 秀莲又受到了税务员的羞辱 于是他开始按照指示 反穿自己的鞋子 启动了那个神秘耳机 突然他的意识就像穿越了一样 被拉进了一个奇怪的空间 在这里他又见到了 刚才的那个丈夫 他告诉秀莲 自己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 穿越了无数个宇宙才找到了他 他们的宇宙已经被大魔王占领 需要秀莲来拯救他们 话还没有说完 秀莲的意识又被税务员 拉回了现实 意识被两边来回拉扯 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是税务员却突然告诉他 要对他们处以大量的罚款 这时秀莲又被镜子中另一个丈夫 带进了意识世界里 可他现在只关心自己的报税 但丈夫告诉他 他的事情更紧急 关乎着所有多元宇宙的命运 突然像是什么东西要追杀他们 随后丈夫就被扭断脖子一命呜呼 冲进来的竟然是刚才的税务员 税务员卸下墙上的钢管后 就直接向秀莲攻来 把现实中的打 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而就在这时 税务员却说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下班前重新提交材料 这时丈夫却捡到了他的指示 可丈夫看到的是另一面 秀莲却以为丈夫 让他做好战斗准备 突然税务员向他们冲了过来 秀莲直接一拳 把税务员给撂倒了 可税务员只是在运送资料 这时他才发现丈夫看的 竟是离婚协议 就在秀莲不敢相信丈夫 想跟自己离婚时 突然丈夫又被另一个宇宙的意识附身 安保人员也已经赶到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只见老王从水里掏起一把鹅卵石 塞进包里 升级了武器 很快所有的安保人员都被打趴下 再也站不起来 然而 刚才在意识中发生的一切 竟是另一个宇宙中的真实事件 多元宇宙中的大魔王也出现了 手指一按 就把那个宇宙秀莲送上了西天 随后大魔王轻轻摆头 就瞬间穿越到了 秀莲所在的这个宇宙 在这个奇葩的宇宙中 所有人的手指都成了火腿肠 女人看着眼前的一切 害怕得恶心想吐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 穿越过来的 就在这时 她的意识又回到了现实 丈夫老王告诉她 这两个人分别是平行宇宙中不同的她 每一个细小决定的不同 都会创造一个新的平行宇宙 距离越远的宇宙 积累的差距就会越大 而她所在的阿尔法宇宙里的秀莲 发明了一种宇宙跳跃技术 可以将其他宇宙中的意识 投身到自己身上 并使用他们的技能 阿尔法宇宙的丈夫告诉秀莲 自己穿越了数千个宇宙寻找她 但每次她都会死于谋杀 有个可以随意跨越平行宇宙的大魔王 一直在对秀莲进行追杀 而且大魔王建造了 一个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 黑洞已经开始影响 所有宇宙的运行 所以他们必须要让世界恢复平衡 而她就是那个唯一能够对抗大魔王的人 突然他们又遇到了税务员 可此时的税务员已经变身为大魔王手下 在完成宇宙跳跃后 就对他们展开了追杀 丈夫立即寻找合适的跳跃对象 但唯一可用的体操运动员 跳跃条件竟然是用指划伤自己的指缝 丈夫终于完成了这个 成功概率只有1%的挑战 可却为时已晚 税务员已经追来 举起丈夫就要断背摔 幸亏她用灯牌垫背才躲过一几 但还是被税务员踹飞了出去 丈夫只能让秀莲进行宇宙跳跃 可她的跳跃条件 竟然是向税务员表白 就在税务员向她冲来时 她却因为表白不够有诚意 意识错误地穿越到了另一个宇宙 原来 丈夫是想用离婚协议 逼她重视他们的婚姻关系 可在现实世界里 她却被税务员扔飞了出去 她想要寻求丈夫的帮助 可丈夫却对她的表现失望 要去寻找下一个秀莲 随后丈夫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就在他们逃跑时 税务员又追了上来 在生死存亡的一刻 她通过虔诚的表白 终于跳跃到了正确的宇宙 在这个宇宙里 她没有跟随丈夫来到美国 而是拜了一位武林高手为师 成为了一名功夫巨星 醒来后 她只是轻轻地一推 就化解了眼前的危机 变身功夫高手 一套太极拳完美地解决了税务员 她正在感慨 如果当初没有跟丈夫在一起 自己会有多成功时 阿尔法宇宙的丈夫竟然又回来了 她想再体验一下 那个成功的宇宙 可丈夫却告诉她 他们只能运用其他宇宙的能力 如果沉浸在其中 会导致自己的意识破裂而死 原来在阿尔法宇宙中 他们的女儿因为能力出众 就被逼迫超越极限 可却导致女儿的意识碎裂 散落到了每一个平行宇宙中 女儿的意识 在所有的宇宙中不停地穿梭 经历了无数种可能性 这让她丧失了 作为人类的道德和信仰 最终成为了大魔王 可没人知道为什么 女儿要追杀每一个宇宙中的秀莲 此时 大魔王也已经来到了这栋大楼下 可秀莲却不自觉地 进入了另一个宇宙 体验起了自己成功的人生 但现实中的自己却被 赶来的警察铐上了手铐 在危机时刻 丈夫告诉她 下一个跳跃点是尿裤子 然而就在这时 大魔王走了进来 他一掌拍在警察的脸上 随着一阵灯光闪烁 警察直接化成了小闪片 吓坏的队友直接掏枪 顶住了大魔王的后脑勺 可她的脸随意切换了方向 瞬间就把这名警察 带入了热情桑巴里 队友射来的子弹 完美地打在了她的身上 最后一名警察 也被大魔王一招上下颠打 做断颈椎领了盒饭 这时秀莲意外自己要领盒饭时 大魔王却只是向她展示了 自己创造的贝果黑洞 她把自己所知的一切 都放到了贝果上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塌缩的黑洞 就在大魔王要利用黑洞 将秀莲吞噬时 却突然被飞驰而来的轮椅撞飞 随后真正的女儿苏醒了过来 可秀莲却直接把女儿绑了起来 阿尔法老爹也让秀莲赶紧动手 杀死女儿以绝后患 但秀莲还是于心不忍 因为秀莲下不去手 彻底激怒了老爹 他将所有的跳跃者都派了出来 要彻底抹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 女人不断搓着鸡毛胆子 喷嚏一打 她的意识 就穿越到了盲眼女花蛋身上 利用敏锐的听力 轻松躲过了众多攻击 只见她又吞下玩具青蛙 再次进行穿越 这一次竟然是广告牌女郎 她顺手抢过敌人的盾牌 把她当成广告牌熟练地耍了起来 盾牌在她手里花作力气 可攻可守 用得游刃有余 很快就打得对手落花流水 所有对手都被打趴在地 女人名叫秀莲 就在今天她获得了再多元宇宙 意识穿越的技能 这操作惊呆了女儿和丈夫 可刚逃出门就被老爹堵在了墙上 老爹竟想和她同归于尽 于是又利用一只苍蝇 秀莲顺利进入功夫宇宙 凭借一指缠 把老爹弹飞了出去 在功夫宇宙的加持下 小弟们更加不堪一击 很快就纷纷败落 最后竟然一指 就将壮汉抬上了天 下落时再补上一击一指缠 可就在解决了所有敌人后 秀莲也已经身心俱疲 这时阿尔法丈夫出现 鼓励她一定能够成功 可突然阿尔法宇宙的丈夫 就倒了下去 原来大魔王已经 干掉了他们的小队 随着大魔王的最后一击 阿尔法丈夫也彻底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现实中丈夫的意识 而解决战斗的大魔王 也来到了这个宇宙 正当秀莲满怀信心的 要解决大魔王时 却因为过度使用宇宙调流 意识碎裂而呕吐起来 随后便昏了过去 她的意识开始在各种宇宙中游走 最后终于回到了现实宇宙 可她还是遇到了 附身在女儿身体里的大魔王 随后大魔王带她 进入了自己创造的世界 大魔王在她面前揭开了黑洞 接着秀莲的意识 就被黑洞吸引 开始不停地在每个宇宙中穿梭 她终于明白了大魔王的感受 人生已经不再有意义 变得不再在乎任何事情 肆意地破坏着眼前的一切 最后她的意识 也像大魔王一样 分散到了所有宇宙 接收着无数宇宙的信息 变成了第二个大魔王 可最后却突然化作了一块石头 大魔王也变成了小石头陪在她身边 这里是一个没有形成生命的宇宙 原来大魔王不停地 在每个宇宙中追逐秀莲 只是想让她感同身受 大魔王已经受够了这一切 希望跟秀莲一起走进黑洞 结束这永无止境的生命 可这时秀莲突然发现 每个宇宙中丈夫 都在努力挣扎着活下去 最终在丈夫的呼唤下 她又重新找回了人类的信念 于是拒绝跟大魔王一起走向黑洞 可大魔王却突然启动了仪式 把黑洞召唤到了现实宇宙 大魔王也毅然决然地走向黑洞 可秀莲觉得 大魔王也是自己女儿的一部分 想要拯救大魔王 却被大魔王的手下阻止 老爹也命令所有的部下向秀莲射击 就在她闭眼等待死亡时 子弹竟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她把子弹变成了玩具眼镜 又全部反弹了回去 所有人都被秀莲的力量拉回了正轨 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人性 老爹也在她真诚地道歉下 解开了多年前 她跟随丈夫私奔的心结 就在大魔王要踏入黑洞时 被秀莲拉了回来 随后两人在各种宇宙中展开了大战 可最后大魔王却不小心被黑洞吸住 秀莲努力地想把大魔王拉出来 被她感化的老爹和丈夫也纷纷帮忙 在现实世界中 她也终于跟女儿敞开心扉 说出了各自的心理话 最后大魔王被成功地拉了回来 奴女也最终达成了和解 宇宙重新恢复了平衡 由于本片剧情过于跳跃 解说很难完美呈现 推荐大家去观看原片 相信每个人看完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顺息全宇宙》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